一套别墅两百万 二十年无法入住 树的没倒 房子给拆得差不多了 交房一再拖延 据说事出有因 从64岁到84岁 维权之路该如何继续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收房二十年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买过房的人都知道 新闻一般都是分为 县房和七房两种 买七房顾名思义 就是大家约定好一个时间 过个一两年就交房 可是在广州 有个叫金波的老人 说他花了两百万 买了一栋房子 可是这都二十年过去了 还没等着交房呢 这二十年都交不成房 这到底是一栋什么房子呢 这到了就是这一栋 这个老人呢就是金波 他领着记者来到了一栋 三层楼房面前 金波表示 这栋楼是二十年前修的 那年他64岁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 他都84了 可是这栋楼房啊 还没修好呢 我也84岁能拖几年了 所以能体现这段漫长岁月 大概就是门口的这棵树 这棵树是金波当年种下的 树已经长得比楼高了 这个 这是个什么树 南方的树 原来这么一个手指那么粗了 现在长得那么粗了 你看 这个范树楼还结了一果 当时是一个拇指那么粗 十块钱买回来的 这么点 树都没倒 房子给拆的差不多了 说起眼前这栋房子 金波是又心痛又惋惜 因为这栋楼的院子里堆满了垃圾 栏根挤不掉锈断了 窗户没了 电线乱成一点 如果不是金波在旁边特意介绍 可能都没人想得到 眼前这栋房子其实是一栋别墅 是金波在二十年前 花了两百万买下来的一栋别墅 他原本预备着进去养老 可是这都八十四了 他还没住进去过一天呢 反而至今都还在为收房而奔走 可能看到这 您会觉得特别惋惜 特别的不解 两百万的 别说搁一九九六年了 就是搁现在 那也是特别大的一笔钱了 这是一栋什么样的房子呀 二十年都盖不好啊 还是让我们回到从前 说说这种房子的来历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金波 这是金波一家 在1994年的时候拍的全家福 当时的金波和老伴 在澳门当医生 一辈子踏实工作 收入也很丰厚 但是拍下这张照片之后不久 金波和老伴就退休了 家财万贯 也不如有个幸福晚年 金波和老伴就计划回广州养老 这里是他们的出生地 叶落得归根 也就是在这时候 金波就看到了一则 非常新颖的楼盘广告 这是一个名为广州 宜年园的地产项目 据说是个大型的养老村 设在风景秀丽的郊区 号称是居住度假娱乐三位一体 原来有一个老年公园 一进大门还有好多 好几区码 老兽兴的雕像 当时很多首长啊 讲话啊 牛字啊 不断有报纸报道 我也看到那么的宣传 我就很信任了 金波到现场一考察 这就更加满意了 当时现场已经有不少建好的楼房 但是金波没相中 但是开发商呢 诚意满满的说 我们可以专门给您 辟出一块地儿来盖房子 那么原来那地方是最好的 前面是个大湖 永远没有遮挡的 后面是山 周围都是果树 金波迷对于这里的湖光山色 毫不犹豫的就和开发商签约了 写意写明 别墅面积373平方米 房价199万 开发商会在九个月后 把房子建成交付金波 交房时间是1997年6月30号 让两光来去该房子 Let the sun to design a house 金波和老伴真不亏是知识分子 那英语随口就来 一点都不含糊 但是金波和老伴怎么都没想到 他自个儿偏偏遍遇到了最不科学的事情 怎么了呢 先从修房子说起 其实一开始工程进行了挺顺利 金波按照约定前后交了三次钱 一共交了178万的房款 每隔一段时间去看 都发现那别墅呢 在渐渐的成型 金波那高兴啊 当即就花十个钱买了一棵小树苗 种在别墅前头表示纪念 他和老伴呢 也做好了入住的准备了 这差的通知我们收楼了 通知我们领房产证了 可是紧接着呢 事情就起了变化 金波左等右等 愣是没等的入住通知 后来呢 那开发商告诉金波一坏消息 说房子不能按时交了 有一个经理啊 什么找我 就说抱歉 我们找不了楼啊 咱们咱们挺客气 原来啊 这开发商破产了 别墅没钱继续修了 这可怎么办呢 别急新公司来接手这件事了 原来这个盘最早是税高开发的 一年年只不过是 我们接着他这个烂尾楼 以后我们才成立这个 一年年发展有限公司 有人接手 总归还说得过去 于是呢 新公司出面 和金波就签了一份新的认购合同 双方重新约定了交楼时间 就是2001年12月31号 好吧 这交房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五年 金波虽然无奈 但是不得不接受 在这五年时间里 金波呢 又按照新的约定 把房款一笔一笔的交齐了 一共是2017720块 金波再次践行了自己的契约精神 但是令人郁闷的情况再次出现 到2001年底了 说好的这个收楼的时间到了 金波的别墅啊 依然没有人管 他还是入住不了 这是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是服务中心嘛 这个是 金波再次找到了开发商 开发商告诉了他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 说公司遇到大麻烦了 楼盘被封了 那楼盘被市纪委给查封了 有文件可以作证 所以开发商呢 也是一两年遇呢 表示他们也在尽力处理这件事 他一直因为他历史的原因很多手续 我要慢慢再办嘛 要完善嘛 白来 他磨得起啊 我磨不起啊 开发商表示他们会慢慢来 可是金波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少 时间已经到了2002年了 金波也已经70岁了 他要等到什么时候 这时候有人呢 就给金波吃了个招 有人就说你不管他 你随便的找他进去 这样不行不合法 他没有国家的验收 金波是个讲规矩的人 他表示要用合法的方式 住进自个儿的房子 于是呢 眼看这边的别墅遥遥无期了 金波呢只好另做打算 2002年 他在广州从化 购买了另外一套别墅 这套别墅呢 是在仓促之下买的 面积比一年元的别墅小一半 离市区也更远 金波无奈的搬了进去 总算是有地方养老了 但是到底是一难平啊 这200多万的别墅 一直没饶了 金波是如梗在喉 于是呢 已经年过70了 他就开始了慢慢的维权路 金波首先想到的是去推理开发商 但这并不容易 从金波家到一年元开发商那儿呢 有60多公里 每次金波去找他那儿 都是做公交车 这对于一个老人来说 没辛苦 我想而知了 以前是老跑 因为想收楼 想去住嘛 一个月就要去一次 三个多小时到路上 就太远了 可是老人的努力没有效果 别墅交房依旧遥遥无心 2008年 金波呢 终于拿起了法律武器 他聘请了律师 提起了总裁 要求开发商尽快交房 并且支付相应的违约金 在我们看来 这个纠纷是比较简单的 就买房 给你给了钱 他本来就要 依照合同的约定 给房子 你不给 我们就裁你 交了钱就该给房 推迟给房就该补偿 是这个理 但是在总裁过程当中 双方对于过去几年的补偿方式 出现了不同的说法 开发商一脸委屈的表示 我们已经给过补偿了 一共二十多万呢 真是这样吗 金波马上就提出了反驳 说我们以前确实谈过补偿的事 还算了一下 2002年到2005年 四年的这个违约金 一共是二十多万 但是开发商根本就没给钱 而是提出赔一套房子 赔钱是没有了 赔那个房子可以 金波的弟弟在一年元公司 挑了一套市价三十多万的房子 结果算来算去 还要补一些差价 对金波呢 这就反驳开了 首先之前的补偿方案 是自个这一方做出了让步 不应该再拿出来说事 其次之前这笔违约金 只算到2005年 2005年之后就再也没给过 2009年11月 广州总裁委员会做出裁决 那个结果对金波很有利 金波大获全胜 他也很兴奋 但是开发商的反应 让他怎么都没想到 他们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撤销总裁委员会 做出的裁决 这个应对呢 就连总裁员们都觉得有些意外 因为通常申请撤销总裁 要么是程序上出现了明显错误 或者是总裁员有失公正 但是金波的情况呢 显然不可能 我认为我们这个案 在成绩上是合法的 如果呢 被申请人 也就是一年元 他提出制裁 他就是为了拖时间 为什么说一年元想拖时间呢 大概是觉得这样 就能持些交房 再持些交违约金 但是一年元公司呢 说出自个的理由 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 那我可以觉得他判的不合理 我也可以提出 要刺销他这份仲裁啊 我是有这个权利的啊 开发商理由有二 第一 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 第二 我们推迟交房 其实是有不可抗力 其实呢 这也是让人迟迟无法理解的一点 这栋别墅在2001年的时候 就盖的差不多了 开发商干嘛要一拖再拖 拖到2009年底 就不给人家交房呢 开发商所谓的不可抗力 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盘也是历史遗留问题太多 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燕气 都燕在我们公司这里 这位林经理无奈的说啊 其实这还是跟当年楼盘被封有关系 虽然这个项目在2002年就解封了 但是他一直没办法正常运转起来 即使你解封 他政府耀光的部门 因为房地产这跟国土规划 建委这几个部门联系比较多 他很多事情他都要去完善 因为部门的部门之间 他们也要去沟通嘛 不一定就是说立刻你 你说解封了 事情都能够启动 开发上讲的有点讳莫如深 还好小区里就有个当年这件事的知情人 他叫张金多 今年90岁了 张老退休前呢 曾经担任广州市纪委副书记 他对于楼盘被查封的这个旧事 是非常清楚的 张老说呢 当年他们纪委接到举报信 说最初筹建工程的几个干部 存在经济问题 所以在调查过程当中 就把楼盘给查封了 2002年 纪委就把这个楼盘解封了 但是由于开发商的这个后续衔接出了问题 楼盘的进度确实慢下来了 甚至在一段时间里的小区里的这个水电设施都没人管 这个探子就探在这里了 资金链也断了 银行贷款也照样要付款了 要付利息啊 是吧 工程又停在这里 张老表示 也是因为这次查封他自个的房产证也是到2010年才拿到的 比预期晚了将近十年 你冻结了他怎么搞啊 他没有配合好 人家防管部门代言不法了 他这一系列问题都是那里造成的吗 看来还真的是有所谓的不可抗力存在 但是我们得提醒一句 法律上的不可抗力只包括自然灾害战争在内 并不包括查封开发商自己的人涉嫌违法导致被查封 这本来就该是开发商的责任不能转交到业主头上 所以开发商的这个辩解根本就是不合理的 于是2010年8月广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驳回开发商的申请 维持总裁内容 而官司再次打赢了 金柏很高兴 紧接着他就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要求开发商支付违约金 可是他没想到他又遇到了执行难的困境 开发商一口咬定 自个儿现在的资金链锻炼 没有钱了 他就说他查他这个账户是没有钱 所以不能帮我执行 存款也没有 车子也没有 房产也没有 所以这个案件的执行 就进入到一种比较困难的一种境地 困境一直在延续 直到2015年 光是执行法官都换了好几茬 可是开发商还是无动于衷 他们不仅没交违约金 就连当初申请总裁的那15000块钱总裁费 都是金柏一直垫缝着的 直到2015年底 在执行法官和金柏的一再推动下 一年原公司才拨付给了金柏 我们是想着在赔偿款一起解决的时候 一起打给他 一起转给他嘛 一般都是这么来处理 他哪样都没有 哪有诚意啊 这个开发商呢 确实是在这个执行这个生肖的法律文书这方面呢 有一些问题 有一定的不诚信的这方面的行为 我认为是 我也不懂这个法律这些东西 该找法律寻聚我都走了 仲裁也仲裁了 执行局把官员领我去了 那还有什么呢 金柏已经80多了 背也是越来越低了 看着他的背影真的是让人内心非常沉默 一个守规则相信法律的人 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其实2016年之后 对于这栋别墅 双方也尝试过别的解决途径 比如开发商就提出 可以回购这栋别墅 补偿金柏一笔钱 但是因为价钱问题 双方没有弹拢 于是金柏还是一趟趟的往开发商那跑 希望能够拿到这套房子 2016年5月意外出现了 或者说这个意外也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2016年5月 金柏和一个亲戚再次去查看房子 他们意外的发现 别墅里寄住了很多不认识的人 而且这些人在里头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 这群不速之客究竟是谁呀 谁给了他们权利让他们住进金柏的房子里呢 老人最大的愿望是安详晚年 但是金柏的晚年生活并不平静 他用200万买了栋别墅 20年来一直在为此烦恼 因为这栋别墅迟迟没办法交房 金柏跟开发商打起了官司 法院裁定开发商呢 要把房子交付给金柏 并且支付违约金 但是裁定下发了6年 金柏依然没有收到自个儿的房子 而就在2010年5月 更让金柏意外和愤怒的一幕出现了 他在别墅里突然住进了很多陌生人 金柏用手机记录下了当时的景象 这都是温宁间的呢 这是叫什么宿舍 谁同意你们住这里的 不知道哦 这宿舍是我们的啊 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那我们要你们走的啦 那你打电话给他们啊 我也不知道 我打电话给谁 谁同意你们住 说话的女子呢 是金柏的亲女 金柏在镜头后面不发一言 但显然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这些年她催着 等着 盼着 入住这栋别墅 没想到自个儿住不进去 别人却大摇大摆地入住了 那这些人都是谁 住满工人 都是放床 煮饭 你怎么 他们是澎大摆地上的公屋 这是把金柏的房子当成集体宿舍了 那究竟是谁让他们住进来的呢 这个房子是我们的 知道吗 这是我们零下的发展 物权版 零下的房子 现在属于放在一个 是健康的房子的新住 你明白吗 公司 什么公司 竟然就是和金柏打了 许多年官司的开发商 这显然是违法行为 难道他们就不知道 工人们对金柏的愤怒 显得无动于衷 金柏无奈之下报了警 警方后来呢 找开发商了解了情况 开发商承认 住进人这件事 他们是知道的 并且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没办法跟他联系到 要不我起码 我会电话跟他联系 说可能暂时你这边 可能也还没来住 我可能这边有工人 施工也就在旁边嘛 就可能会进去住一下 什么叫没办法联系到 金柏隔三差五的 就往开发商那儿跑 还会没办法联系到吗 再说了 什么叫你 既然还没住 我就让别人住一下 说的好像是金柏自本 不愿意住进来似的 见金柏怒了 开发商就表态了 那我让人搬出去就好了吧 可是工人们这一般 房子也遭殃了 原本带了简短装修的房子 现在被破坏的特别严重 只留下了一地的垃圾 看着自个儿一生心血 买来的房子 金柏的心都在滴血 所以这都都扒了 原来这灯啊 什么全都有的 全拆掉了 这些 全都拆了 这些 人的扶手全都有的 刚才那一层 有 全都好 你看煤气 什么你看 电视 全都有的 拮据都有 这是二层楼 你看这栏杆 全都拆了 全没有了 这个地方 连接具都给拆了 那些 生意的 原来洗手盆 什么都要的 别说金柏呢 稍微讲点道理的人 看到此行此景 可能都会替金柏难过 或许吧 开发商也意识到了 自个儿的行为很恶劣 他们又向金柏 做出了个承诺 他们表示 会着手修复别墅 接下来 也就会交付房产 房子帮他欢心 达到他的专业标准 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的时间 真的能搞好吗 开发商表示 一定可以 因为这房子的房产证 目前已经办下来了 因为是县楼 先登记在了公司的名下 可以随时过户给金柏 但是记者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房产证显示 房子的使用期 是从1995年算起的 按照70年产权计算的话 这都过去20年了 那他不是就相当于 自动减了20年了 这个很正常 这个全国的房产市场 都是这种情况 是吧 像北京的协会房 一瓶房 四合业 是不是 也是好几十年的嘛 是吧 剩一年都能用 这个不影响 我们的厂前的使用 听开发商这意思 房子能用就行 问题是人家金柏追求的 可不是这个呀 人家真金白银的 交了那么多钱 硬生生的给拖了20年 亏不亏呀 但是金柏无奈的表示 这已经是眼下最好的结果了 还是期待开发商 这一次能够真的践行承诺吧 只是如今这期待里头呢 掺杂了很多的心酸 所以人家在开玩笑 你去投资啊 哎呀 现在翻了多少个翻呢 我说我不是想投资 我想住 住的那么个结果了 你说窝不窝心 是挺窝心的 这件事放在金柏身上 尤其让人觉得窝火 透过金柏的言行 我们能够感觉到 这是一个非常重视道理和规矩 也非常相信法律精神的人 他遵守合同内容 会通过正当途径 寻求法律的援助 如果我们的制度 我们的法律 连这样的人的合法权益 都不保护的话 那真的会伤害许多人 对法律的信心 其实当金柏的遭遇见报之后呢 也有法律专家给他支了招 说如果开发商再赖账 金柏可以申请法院 查封他的财产 如果实在没有财产 也可以申请 把他们 这个列入那个法院的 执行黑名单 列为老赖 让他做不成生意 得到全社会的谴责 要知道保护金柏 那就是保护 每一个守规矩的人 好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那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呢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人的方式告诉给我们 后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各位观众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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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